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做过服装类的分享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穿的一些秋装 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单品 那虽然是秋装 但这些衣服的搭配性是可以一直延续到冬天的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正片 首先第一件是一件来自优衣裤的牛仔外套 大家的印象觉得OK还是KO 那这件牛仔外套其实是一件女装 它也有个男装款 但我觉得女装的款式 无论是水鞋的色彩 还是说在一些细节上面的处理 都会更加的细腻 那我个人是尤其喜欢这件外套的口袋分布 胸前虽然有这个口袋的车线 但它其实是一个内兜 而底部则是有两个圆弧形的插手袋 我觉得三个口袋的整体弧线都非常的优雅 然后它的底部是做了一个前短后长的小开叉 虽然是女装 但大马的话其实男生也能穿 但需要注意的是 女装的袖长是比男装要稍微短一点 所以我个人179.568 穿2XL刚好就是袖子短了一点点 然后我又换了3XL的 就是还有一点微宽松的效果 但袖长也比较合适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女装的这个扭扣方向跟男装是相反的 所以穿多起来稍微会有点不适应 那这件外套 无论是秋季搭配T恤单穿 或者是天气再冷一点 可以里面搭衬衫 搭卫衣 或者做内搭都可以 算是一件穿搭万斤油吧 但它的价格是399块 优衣库的话 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原价购买 我是建议大家等到299或者199的时候再购买 第二件是一件来自MUJI的条纹贴序 大家的印象觉得OK还是KO 秋冬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选择白T作为内搭 因为不容易出错嘛 但穿久了也难免会腻 所以这个时候条纹T恤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选择 那这件条纹T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础款 但是各方面做的都不错 首先面料用的是一个粗棉线厚实硬挺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条纹的深灰色 我觉得蛮有质感的 也很适合秋冬 然后版型的话是一个微宽松九分秀的设定 单穿的话也是比较日系休闲一些 然后它的领口就是这种比较宽的一字领 这其实是沿袭了最早期海纹衫的设定 那这种条纹衫最早就是因为法国不列塔尼的水手穿着才开始流行起来 大家在一些老的法国电影里面都比较经常能看到 那这件衣服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用它来当做秋冬的内搭来穿 相比的白T会显得你更加用心打扮过的那种感觉 那它的原价是198元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贵的 然后我是某鱼上面找了一个员工折扣打折 最后是8折158元到手 第三件是一件FUNCTION的西部牛仔衬衫 大家的印象觉得OK还是KO 这件衬衫是我近期超常穿的一件衣服 我是尤其喜欢它胸口这一块的裁片 以及这个W字形的口袋翻盖 那它的原型其实是60年代的Saw Tooth西部衬衫 刚刚说的这两者都是它的主要特征 很多品牌像里维斯其实都有出过类似的衬衫 那这件衬衫的面料 是用了一个日本进口的8盎司牛仔竹节面料 学习后的手感是偏软的 穿着很舒服 不会说像传统的牛仔面料 穿着是比较硬的感觉 然后它水起之后的颜色落色也非常漂亮 没有那种Vintage骨骤的感觉 整体版型的话宽但是短 所以穿起来视觉效果上是比较偏合身的 但是因为够宽 所以再冷一点的话 里面即使搭配一件卫衣也是能穿得下的 但这件衣服有一点我不太满意 就是它的袖长有点太短了 我穿XL嘛手臂垂下来还是感觉短了半截 最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件衣服无论是领卖还是支标 设计的都非常的漂亮以及复古 那这件衣服它的一个价格是359元 哦对了 我视频里面说的都是原价 双11应该还有什么满减优惠之类的 还能再便宜一点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件Mizu Toki的小衬衫 大家的印象觉得OK还是K哦 那这件衬衫相比较上一件就是完全两种感觉了 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一个粉紫色 很特别但又不会像纯粉色那样子很挑人 这件衣服的面料质感是特别好 它用的是一个6535的棉颈面料 整体有一种止皱感 而且非常的挺阔也不容易皱 然后它的版型是比较偏宽松的 我穿二码稍微有点大 一码也刚好 这件衣服就是那种显腿短的衣服 但我觉得它要的就是穿一个那种轻松慵懒的感觉 太小了反而没那种wear了 然后它的胸前还有两个T型的贴带 那这个口袋一般来说是当做装饰 但我上个月穿这件衣服去阿那亚的时候 我发现出门放一些身份证啊房卡之类的 还是挺方便的 这件衬衫的价格是369元 最后一件衣服来自TBRE的一件运动甲克 大家听一下觉得OK还是KO 这件衣服跟我平时分享的军工装不太一样 它是一件运动甲克 但同样是比较偏复古风格的印花 TBRE这个品牌是我第一次分享 它们是由西安的一个音乐单位 叫做The Boring Room创立的 我是很喜欢它们的一些图形设计 很有一些北欧品牌的感觉 简约但是很有玩味 那这件运动夹克 我也是看中了它背后的这一个乒乓印花 这种线条的设计在很多复古跑品牌上面经常能看到 而乒乓的元素就很中国 但老实说它这个后面胶硬质量就一般 然后版型方面 这件衣服就是一件宽松的口袋套头夹克 领口可以拉到底也可以敞开穿 然后口袋除了两边的侧插带之外 中间还有一个拉链口袋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橘黄色的网布 我是很喜欢这种外黑内骚的闷骚设计 那这件衣服我一般就是骑车运动或者日常通勤时穿 不张扬 但是穿着非常轻松自在 天气再冷一点的话里面也可以再套一件卫衣也比较有街头感 那这件衣服我到时候的价格是329元 OK那以上就这期简单的秋装分享了 虽然我的衣服是越来越多了 但我发现我的穿搭理念是越来越简单了 很多所谓设计出彩的衣服 可能它们真的很好看也很厉害 但我很少能找到合适的场合可以去穿它们 大部分时间里我需要的还是这种日常 但是面料版型质感好 而且又有一些小细节的衣服 这才是我需要的 那大家现在对于服装以及穿搭的一个需求 以及理念是怎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那本期视频差不多是这边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订阅我点赞投币 转发收藏三连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at?